他会把它就是做成这几个不一样的图示 这几个图示 我现在必须要跟你们讲解一下 它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叫做向上切入 这个叫做向下切入 对不对 你不要放过去 它一个叫向上切入 当然另外一个就叫向下切入 但是什么叫切入 什么叫切入 你可能不了解 什么叫切入 对吧 这叫探索 探索 探索 那这一个叫做连 这一个应该叫做多向下探索 可以吗 这个一个箭头 一个往下的箭头叫单一向下探索 那这个两个箭头是不是就两个往下的箭头是不是就叫做多向下探索 可以吗 这个呢叫做连续向下探索 为什么叫做连续向下 为什么叫做连续向下 因为他把两个箭头拉一条线拉起来了 可以吗 好 那我们就先来分别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去看这件事 这个叫做多向下探索 这个叫做多向下探索 请点一下他 多向下探索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边分成一年有四季 可以吗 一年有四季 所以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哪一季最高 你现在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对不对 因为他是从零开始 如果你这时候你把它改成折线图 你就比较好看了 听得懂吗 折线图 他就不是从零开始画 直条图他一定是从零开始画 好 可以吗 请点一下这个折线图 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看到一件事 看到什么事 看到什么事 第二季的 是不是 你们在念经吗 对第二季这边最低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一年我们划分成四季 来去看 第二季 进口需求最低 为什么 这是不是也值得我们来去分析 可以吗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